欢迎收看新闻千里马 我们今天一月份的特选来宾 是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欢迎 千威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又要继续跟我们聊什么呢 就是莱猪 其实莱猪还没有真正的进来 但现在已经一团乱了 孙昌就任满两周年行政院长 那么卫福部长陈时中 带领我们大家防疫也即将满一周年 不过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跟着孙昌穷穷穷 要跟着陈时中继续顺时中吗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 因为有没有发现 其实不管是孙昌或是陈时中 你觉得他们最近都把这种 阿Q精神发挥到极致 有一点点阿Q治国 我们先来讲讲孙昌好了 因为孙昌呢 他在他的这个就任满两周年呢 召开了记者会 那么端出了六大政绩 很妙的是这六大政绩呢 都是一开始不被看好 有被批评 但后来做的成绩还不错的 那么说到了被批评 我就觉得怪了啊 莱猪应该要放上去嘛 那很多人说 那关中天是不是应该要列进去 但他没列 但我今天先讲莱猪 莱猪的部分呢 他也觉得莱猪大家都在骂 大家都说是突袭 可是他说哪有什么突袭啊 我又不是今天告诉你明天就要做 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准备耶 这叫突袭吗 但我也要说的是 这不是突袭什么才叫突袭啊 这是不是很会凹 在凹什么 所以苏贞康意思就是说 你们到底在挨什么 对 有点这种感觉 他在骂我嘛 对啊 对他就是骂大家 尤其对你们非常好了 在八月底就告诉你 从今天元月开始呢 要为你吃莱猪 那你还在讲说什么这是突袭 这不是突袭 我早早就告诉你了 这就是苏贞昌院长 他对于就是所谓的有政府会做事 这是他的定义啦 可是最近这个苏贞昌院长啊 有点够狼丸 包含他的这个民调呢 是一直在下滑 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 也就是他的不满意度 已经高过他的满意度 所以呢台北政坛就一直在疯传啊 说这个苏贞昌可能位置不保了 他的隔魁可能要下台了 可是呢 这个昨天那个 他跟媒体参训非常有意思 他告诉大家他的政绩 多好多好多好 然后呢最特别的是他还告诉你哦 他说我的体检数字没有红字 对没有红字 言下之意 这意思说我还老当义壮 身体好的很 我就说你知道这个千惠 你也跑新闻也够提升嘛 过去我们在台湾的政坛里面 很多这个这些官员突然下台 长官都是说呢 他是身体因素 或者是家庭因素 很多好多身体因素 因此而被请植 对对对因为谁 那可是苏贞昌他这样一来 以后呢 这个蔡英文总统不能够用 所谓的身体因素 他先说破了嘛 先说破了 说我还要干呢哦 不是有点点那种不自杀声明的味道 对对对没错没错太宠神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代表呢 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可是呢 其实说实上现在呢 为什么他的隔魁的位置 暂时可以保住 实际上就是因为萊猪进口嘛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萊猪进口 乱七八糟 有政府会搞事 不是会做事 搞出一堆的事情 我们最近可以讨论不完 包含这个萊猪的标章 萊猪的地图 真的是乱七八糟 那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呢 现在书七八糟还要在这边 去挡子弹嘛 对不对 可是呢 他现在呢 对于萊猪进口的问题呢 又开始依附四两拨千斤 代表大家不要再吵 甚至跟我们公平讲讲 那他为什么不敢把他的萊猪 也列为他端出来 这六大正绩的其中一项 他不敢 为什么不敢列啊 对对 为什么 这个把他 最好的菜不是都应该 端上台面上来吗 他烧了一桌的 这个萊猪大餐 对啊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 现在到处都说要吃台湾猪啊 搞到台湾猪肉已经出现五年来的这个批发价格最高了 对 大家都那个 东北说来说 哎呀 这个猪肉价格变高是因为这个 快过年了 快过年了 每年过年我们不是都要吃猪肉吗 对 而且今天为什么要吃的特别贵特别多 对 而且我们调出了去年 甚至推到2017年 哎 猪肉价格并没有比较高耶 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对啊 所以就变成说他不敢端上他所谓的萊猪大餐嘛 因为很容易不攻自破是不是 当然是谁要吃萊猪啊对不对 待会我们有小朋友来 可以问问小朋友跟小朋友家长 你愿意吃萊猪吗 嗯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萊猪啊 其实他也有提到说 哎 拜托我现在萊猪都还没有真正进来 对嘛 听说要三四月份最快这一批才会到港 他说就像是水龙头啊 又没有水流出来 那你国民党啊 还忙着拿抹布在那边擦 嗯 那我当然知道他是在拴国民党啦 可是我也要很好奇想请教院长 就是你水龙头说现在打开没有水 但这个水龙头是永远都不会打开了是不是 之后都再也不开了是不是 萊猪是不会来了是不是 不是你问题是你水管已经装好了嘛 对 你水管都已经给我装好 但你不然就把我这个水龙头给 可以把它撤下来 对 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水龙头 这个弄出来的呢 流出来的是脏水 那我们就把这个水龙头把它撤掉好不好 好我们换其他的水龙头 有其他的水源对不对 你为什么非要给我们装一个 萊猪水龙头 然后再告诉你这个自来水 水龙头也打开也没有水啊 可是问题是 那你在进口什么东西 对 你在骗美国人 对 你在骗美国人啊 哎 你在美国不是那么好骗的啊 所以你讲这些东西 我觉得只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 这个耍嘴皮啊 对 我还是觉得有这个味道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越抹越黑嘛 对不对 那本来 本来就是黑的事情 那你以为它是白的 一直抹一直抹 结果是越抹越黑 而且我觉得 说实际上这种讲法 真的是把老百姓当笨蛋 我觉得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渔民政策啊 对啊 那你不然就告诉我说 我来就不会进口啊 我是骗美国人啊 我说说好玩而已啊 你在讲什么东西 那你 而且你到海关去做什么秀 对 你说这个 还去视察 1月4号就去视察了 请问一下 我们大家到底在忙什么东西啊 瞎忙啊 我们在乱什么啊 对 我们真的在乱什么 然后你到海关去视察 那蔡总统跑到那个学校 信徒的学校说 啊你们吃什么猪肉 那现在是大家在 大家在延哪一出啊 是啊 就照你讲的是真的还没来嘛 对 大家在延哪一出 没有 重点是 虽然我们是1月1号开始开放镜头 大家说 想当然而是说 你现在呢 如果这个来自装船的话 也要到三四月才会来到台湾 可是老师说啊 有没有人会偷跑啊 其实都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苏珊昌院长应该还是 就源头的管理 要让大家安心才对 可是问题是 你们现在很多事情都搞得乱七八糟嘛 我们就常常讲说 光是一个猪肉 台湾猪的标章 就已经搞得现在是鸡飞狗跳 这个鸡犬不宁 那怎么让大家相信说 有政府会做事呢 好 那问题是这个苏珊昌 你觉得他这个隔魁保卫战 大家都说不保不保 可是目前看来啊 还是做得稳稳的啊 而且两个人 我认为两个人就是他和蔡英文啦 也都在互捧啊 互相拉抬啊 就是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啊 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苏珊昌现在啊 大家我们去做一个观察 在前两天不是有公布一个警戒人士的大调动 他手又伸进去啊 手又伸 这个苏珊昌 他从医院伸完之后再继续伸进去 不止他之前还伸国营事业 大家记不记得 对对对那一波 国营事业很多都是他的人 而且变成说出包的人 像你记不记得那个庆腹案 庆腹案也不叫做廖灿昌 他是因为庆腹案下台 可是苏珊昌喜欢他 所以照样重用他 就现在又下台了 因为他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弊案了 所以就说苏珊昌呢 他习惯就是非常强势的在管理 所以国营事业 医院 警戒 统统要用所谓的自己人 那所以这两天警戒人士的这个大调动 其实我觉得说明一件事情呢 就是苏珊昌现在的权力 还是蛮大的 是不是 还是蛮大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暂时的啦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 这个历任的行政院长 当中握有实权来讲 他真的是最大权在握的一个 蔡英文感觉上没有过问 没有多说什么 是不是 就让他这样去弄 我觉得在国防跟两岸上面 蔡英文还是大权在握的啦 所以其实包含这个宣布 来住这件事情 也说实在 这个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国防外交的事 反而是由蔡英文总统自己跑出来 在第一线宣布 所以我觉得在国防外交上面 其实蔡英文还算是把权力抓得完稳的 可是在一般的内政上面 尤其在人事上面 他完全放手给苏贞昌嘛 对 苏贞昌的这个人事权确实很厉害 而且看起来呢 他不喜欢的人他也都会整人哦 对包含他不喜欢那个内政部长许国勇 或者他不喜欢那个林佳龙 跟他不同属于不同的派系 这个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苏贞昌在位就说看起来他是强势的管理 可是呢我刚刚就我刚刚的分析就是说 因为有莱猪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他必须去挡子弹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想看 假使说现在换一个新任的隔魁上来 立刻碰到这个莱猪进口的问题 哇一定疲漏百出嘛 一定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啊 那到时候这个新的隔魁 搞不好不到半年就要下台了 对不对 所以与其如此呢 就让苏贞昌在这一段炮火最猛烈的时候 继续挡子弹了 挡子弹的愿望 所以这是蔡英文的盘算 我觉得是这一段时间 苏贞昌看起来在农历年前 应该暂时是安啦 可是这并不代表苏贞昌真正的安 你想想看嘛 人家马上民进党就要开始布局2022 2024 2022 2024 那你苏贞昌一家独大 一个派系独大在那边 去掌握所有的人事 我们讲的啊 说从国营事业到医疗院所 到这个警戒的人士通通都有你掌握 那其他派系是怎么 是喝西北风吗 所以我觉得苏贞昌再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仍然继续会有所谓的 要不要内阁改组 会不会换院长的声音 我认为一定还会再出现 好 那我们除了苏贞昌之外呢 你说阿Q治国的呢 还有谁 还有我们的卫福部长陈时中 那当然也是我们德庄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他阿Q呢 因为感觉起来呢 他很多关于在防疫的资讯上头 遮遮掩掩 故弄玄虚 就以最近呢 这个是台湾国内爆发的第二起的院内感染的事件来看 这名医生染疫之后呢 你发现你不要说什么 他的足迹公布啊 也是东间也是两天三遍 然后有各种乱象 我们先来讲说 他连在哪里 他都给你含糊其词 北部北部嘛 对不对 那医院也不说嘛 那记者问他说 那到底怎么感染的嘛 其实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 这感染源目前可能还没有厘清 只说在医院内感染 那一开始说什么 是因为重症病患感染 那这名重症病患 是暗号是多少 暗多少也不讲嘛 都不讲嘛 所以我也讲说 你公布资讯的部分 这故弄玄虚 你不是徒增恐慌吗 那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你的一种 阿Q精神就是 我不看我不看 我不说我不说 这个事情就没事了是不是 还是真的有不能说的秘密 真相 我觉得 陈时中有关于很多 就是足迹啦 或者是有关疫调的这些资料的说明 他没有一定的SOP 你有没有发现 我后来发现了 太多了 别说我直接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不能说这家医院啦 这家都要称之为北部医院 北部你知道第一时间录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一些议员 大家传来传去说 是不是台北啊 很多人就去问什么台北市的什么卫生局啊什么 那又想到双北嘛 对 北部就想到双北 那因为我自己是媒体出身 那我们认识一些媒体界的朋友 那我一看就说有个桃园的记者 然后我就跟我们台北市议员朋友说 我说安啦 这个是桃园啊 因为我说 因为是桃园记者在发稿啊 因为如果今天是台北或新北 怎么会桃园记者在发稿呢 好 那那时候一看就知道是桃园 所以桃园的媒体 全部都知道是桃园咯 桃园市长都出来了 你还要怎样 都出来讲 然后呢桃园市长自己跑出来开记者会 那其实很好笑 那不就是已经公告大家就说 这个所谓的北部就在桃园了吗 那我还要硬称他是北部市长啊 还是要讲北部医院 然后还是不能告诉你讲什么医院 那可是有一些镜头 大家都已经照到那家医院 是哪家医院 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还是不能讲 他说避免引起恐慌啦 避免被标签化 那你知道我最近在群组就收到什么呢 其实老讲这个是不是真实 我都不晓得 他就开始呢 有些群组就指明几家医院说 这几家医院呢 都是呢 医治这个新冠肺炎重症病患医院 请大家没事不要去 那最近就开始了 就练一堆这样的医院的名称 那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对吗 那不是人心惶惶吗 对 那不必要的恐慌嘛 对 所以你刚刚讲说 阿中部长他有太多 事实上真的没有所谓的SOP 那第一个 大家讲说 你所谓的逐机的公布 对 没有SOP 大家想想看 在这个上一次 就是这个长荣 那个纽西兰集机师 对 他公布的时候 指挥中心呢 先告诉你 他曾经去过 说我们的这个天母的 收购百货 有去过新光三月 有去过哪里 对不对 那后来大家赶快啊 就在说 安心安心 他们都已经消毒过了 什么等等之类的 可是这一次呢 是之前没有公布任何的逐机 对 然后而是呢 这个大家都是媒体 或者是网络在说 现在什么 这个大疆 说他要停业了 说那个IKEA 说他要停业了 然后那个台帽最好笑 那台帽呢 就是突然早上的时间 就是我看到新闻 还有人说 他吃饭吃一半 然后那台帽说 他们要停业 然后他在看新闻 原来台帽是 是这个 就是有经过的地方 所以就是一团混乱 一团混乱 然后最好笑的是 我有个朋友 他住桃园 然后他告诉我 他当天早上 因为他都是到台帽 台帽里面有一个健身中心 对 他都到台帽去健身 得到他回来看新闻 原来这个台帽也是 在这个逐机公布 就是在媒体里面被传出来 所以我刚刚讲的 只以这两个案例 这个逐机公布 是不是非常混乱 没有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SOP 对 就是他要怎么公布 他要公布到哪里 全部都是指挥中心说了算 那同样的都是县市首长 当柯文哲他在之前的时候 他不是透露说 在阳明山有这个防疫的隔离中心 立刻说 这个你就泄露这些防疫的资讯 他被骂惨了 可是问题是他公开的是 卫福部给台北市的公文 那公文他不是机密公文 对对对 后来搞到那个 最近不是柯P 他就公布那公文 他说他已经忍了半年之久 他觉得实在很冤枉 那同样的 我就说同样的县市长 柯P讲这个事情 是公文有依据哦 然后呢 就要开始对他大加打罚 那同样的 这么在开记者会 还指证防疫中心讲不对 因为后来防疫中心 他说哎呀大疆没有 可是他说没有 这个因为他那个护理师 对 还是有到过这个大疆 然后陈生中才说有这样 对 诶 有没有人说 对郑文燦 这个陈生中有没有说 这个郑文燦你说的太多啦 你这样子会影响防疫啊 你这样会引起口慌啊 对 所以议员 你说在这个防疫上 蓝绿有别 我们也见怪不怪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对 可是我还是要问的 就是说 呃 你在相关的资讯上 遮遮掩掩掩 你不说清楚像挤牙膏似的 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啊 还是要继续渔民吗 我要讲的是这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老大心态 他觉得你外面 这个知道的越少越好 啊好 然后呢 嗯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用 用一个所谓的传染病防治法 那个特别条例 就变成说 他好像是皇帝一样 嗯 有一点 对 我让你说 你才能说 嗯 就是那个什么样的人说 我看 我不准你问 你就不要多问 对对 你就不要再问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 很没有道理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防疫应该要透明 最重要不要双标 因为当你越不透明的时候 你想想看 那如果以媒体来讲 嗯 大家都要看 谁跟 谁跟这个 执政党关系比较好 我就可以多说一点 对 啊 关系不好 你不要 搞不好这个是指挥中心罚你 NCC要罚你 大家都要这么的网络来出征你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 嗯 第一个 在媒体界来讲 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 另外一个 这你也有就是得说抹杀 或者是影响人民知的权利 对 那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 对医院来讲 既然已经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这家医院 但是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 那还是反正你所谓的北部院 我找不清楚 你这种 但是你对所有老百姓来讲 这就不公平了 嗯 因为资讯有落差嘛 对 对 那当然 而程中部长是说呢 不公布的原因是希望不要有针对性 不要贴标签 那当然我们也绝对不是要贴标签 我们只是为了要安心 求安心做好防疫 那我想请问一下 当时长荣跑出来说 他要开除这个机师 大家其实也没有对长荣 虽然那时候长荣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被大家质疑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社会责任嘛 对啊 我认为就是一个社会责任 而且我觉得台湾 社会到进步到现在 也不至于说 嗯 你看嘛 你说哪一个 你说桃园的餐厅 尤其在南侃 大部分都是 你长荣的机师跟空姐来 我通通都不招待 不会吧 对 没有这样子 台湾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都是名理人 大家都很清楚 绝对不是会这样子 所谓的猎物啊 这样一起来 好 可是说到贴标签 最近搞得大家 晕头转向是贴贴纸 好 贴贴纸 那我要讲的这个第三位呢 就是让我们觉得 嗯 也是很有阿Q精神的 能委会主委 陈吉仲 他在这个标章之乱这一块呢 每天让我们瞅目结舌 一直害到业者店家 好 记胡须章 记这个佳乐福 接下来呢 肉多多火锅连锁店 好 那同样的状况啦 这都就是因为呢 明明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 我不是卖的都只有台湾猪 我还有其他国家的进口猪 但是呢 你硬要呢 把这个标章塞给我 好 那贴了之后 你查 你查又说 哦 不是哦 不是啊 你还有卖别的猪 不是台湾猪 那也没关系 我就下架了 对肉多多来说是这样 结果呢 下架之后发现 天哪 怎么在台湾猪标章地图里面 还没下架 对 是不是 那我就觉得说你 你这样子又害到业者啊 对不对 那大家都在看说 下一个是谁 那 陈吉仲现在是说 都是中央续产会啊 搞的鬼 出的包 所以我现在农委会 我要自己拿回来做 那你拿回来做 问题就解决了吗 问题是在这里吗 嗯 其实最近台湾猪标章啊 这个一再的出包 那个 立委高嘉瑜 他不是说 这个标章应该贴在 陈吉仲的头上 我觉得 有气道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哦 因为 老讲 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说 真的要把无能两个字哦 真的贴在这个 农委会的大门口哦 就说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那 你因为 嗯 大家害怕 莱猪进口 怕吃到莱猪 所以呢 你说 大家安心哦 由我们政府化保证 大家可以吃得很安心 所以有个所谓的 台湾猪的标章 那一推出之后呢 就乱 就这个乱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 哎 农委会有 然后经济部有 卫福部有 各县市政府也有 就大家说到底哪一个 才算数 那更扯的是就是刚才 那个千惠所说的 后来陆陆续续呢 有很多的餐厅 或者店家 他原来申请了台湾猪的标章 可是发现 这个必须要百分之百的台湾猪 那很多业者自己也知道 就说我可能有一些产品 或者我这个在架上的一些产品 像比如说加勒福 他可以说我今天所有卖的猪肉 你现在看到大家都 都会有一些生鲜的这个猪肉嘛 那我保证是台湾猪肉 他这边可以保证 但是你架上他有很多的再制品 肉干啊肉酥什么的 他就没有办法 帮这些厂商挂保证 所以他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些就主动申请 我这个标章还回去 我不要挂台湾猪 结果呢 都被人家搞错了 你知道 我觉得加勒福那个事情 最可恶就是说 竟然呢这个农委会对外宣布的时候呢 说这个有些有些业者不合规定 所以不符合这个台湾猪标章 所以把加勒福气死了 他说我是主动说啊 原来你的规定是这样 那我就退回去 就最后怎么变成好像是我不符合规定呢 变他好一样有欺瞒消费者之行 对 好那这个肉多多呢 又是被高家鱼踢爆 他说你在这个地图里面有这个肉多多 可是肉多多他有 有其他国家的猪肉进口 这也不符合啊 那肉多多 你跳起来了 说这个我也是早就还回去了 因为我发现说你的规定是这样 而且这中间 这个蓄产协会还告诉你说 哎呀 因为他没有业绩嘛 充业绩 为了充业绩呢 就说哎呀 你就继续啦 没关系啦 就给你啦 没问题 所以一团混乱 好那现在农委会不是说 嗯 蓄产协会不要做了 对 我农委会做 我们自己来审核 哎哎 你知道我刚刚听到说 那但是农委告诉你呢 那这里面呢 有一项 有一项的产品呢 要排除以外 因为他不是说百分之百嘛 对 但是其中有所谓的长衣 对 这个外面长衣 对 他没有办法确保 那个一定是台湾猪 对 所以他又告诉你 这个除外 对 你到底有多少的例外啊 就是现在整个整个 台湾猪的标章到现在为止 已经信用完全的崩溃了 我真的建议啊 农委会把所有的台湾猪标章 全部回收 全部贴在农委会的大门口 好不好 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叫做 百分之百的猪头猪脑啊 对 所以可以说是这个猪标章事件呢 你说曾经证自己里外不是人 他也和业者里外不是人 是 所以业者很倒霉嘛 就说 老实讲 我觉得 如果这些业者要 申请国陪的话 都已经符合了 就是这些官员 不晓得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业者愿意配合 你要做业绩 好 我就来申请 因为谁也不愿意去得罪官嘛 对不对 民不与官斗 可是为什么他申请之后 反而这些业者 变成受害者 损毁了他的这些商欲 然后搞出这么多的飞机 最后收拾善后的 反而是业者自己要自行收拾善后 而且呢 我们还不晓得 下一个受害的业者在哪里啊 对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更担心的就是 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未来 未食莱猪的下一代 我们真的很关心下一代 也很担心哦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小小来宾来探班 欢迎 弟弟 来 快点快点 你带着你的钢蛋是不是 带着你的钢蛋来坐下来 好 你刚刚下课是不是 你都在学校吃营养午餐 对 对 那营养午餐呢 呃 是不是妈妈有交代你什么 什么要注意 不 不要吃猪肉 可是呢 后来还是有吃 是因为他上面都写 写 说 嗯 没有 是台湾猪 台湾猪 台湾猪 所以看到是台湾猪你就吃啦 哦 那你后来 我发现你的菜单 这是你的菜单啦 每天呢 有很多什么 有笋干控肉嘛 笋干控肉 听说你都吃了 好多哦 几乎每天都有 对都有猪肉嘛 对有肉酱鱼 对不对 控肉 对不对 什么沙爹 对 几乎都是猪肉嘛 猪肉很多 对要不然你 那你本来就是 如果不吃猪肉的话 你可能四样里面 只能剩三样耶 有关系吗 嗯 可以没关系耶 但他是相信这是台湾猪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吃了 即便妈妈有事先交代他 但是呢 苏贞昌之前 也是相当自豪啦 说 我们有跟厂商洽谈这个合约 是百分百的国产食材 所以呢 才会 苏贞昌也去视察了营养午餐 蔡英文也去视察了营养午餐 但是我要说 其实像他妈妈这样的家长不少耶 对 很多 所以你在你的选区 应该也有很多这样的心声反映出来 有家长就跟我们讲说 当然说是国产食材 说是台湾猪 但如果啦 你真的要黑心 我们也不知道啊 没有错 其实这就是意思我们在讲说 嗯 其实进口猪啊 并没有完全的不好 对 所以其实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说 为什么大家都一定要指示台湾猪 那因为原来我们也有进口其他 比如说我们进口加拿大猪肉 进口这个西班牙猪肉啊 比利比利 都有都有进口 那如果你今天的标示很明确 就说是萊猪跟非萊猪啊 那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一直都不肯做 其实 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啊 比如说会提供给我们一些资料 比如说在美国 美国的这些 这个他们市场里面 他们也会标示 有没有含有莱克多巴胺 就说如果美国都可以去标示 有没有含有萊剂 为什么台湾不能去标示 没有就是有没有含有萊剂 那不要变成大家说 好像只是这个只能吃台湾猪肉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会希望能够标示 还是以有没有萊剂 是萊猪还是非萊猪 我觉得这个才能够让很多的家长安心 那像我们最近 我们最近都在举行李林工作汇报 那其实确实很多的家长仍然担心 还有很多的阿嬷也非常担心 我昨天晚上去参加李林工作汇报 还有一个阿嬷叫他林长 他说王毅远 你那边有没有那个联署书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 反萊猪联署公投 他说你赶快把联署表给我 我去帮你去签 去帮你去签 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还是用最后的一分力气 希望不要让萊猪进口 那如果你一定要让萊猪进口 至少你标示要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像这些 我刚看了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的阴压午餐的菜单 几乎一个礼拜三四天都会吃到猪肉 反而牛肉没有 没有牛肉 那其他的可能就是鸡肉啊还有鱼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孩童来讲 让猪肉没有萊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他听他妈妈的话 那不是猪肉都不吃 那营养失衡嘛 对我们其实希望小朋友都吃啦 不要有偏食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一些 爸爸妈妈还是担心的话 不让孩子在那个 学校吃营养午餐的猪肉的话 那恐怕其实对他们来讲 你看我就说三四天 你可能 可能会有吃不饱这样子 对不对 你就变得没有吃到 可是现在因为呢 有各地方政府呢 也就想说家长不放心嘛 那干脆呢 他们就自己采购了这个快塞试剂嘛 像苗栗县政府就知道 自己买了 买了之后要分送给各校 只好自己来啊 自己再多做一道家宴的程序 等于是多一道保障 对 但是这个快塞试剂 我就说过 它也是 它必须是 比如说它是原来的生肉 然后它是验它的血水嘛 那说实在 当它煮熟上桌 你也验不出来 你就验不出来了 也没得验了嘛 对对 像说实在 包含台南跟基隆市 还不止苗栗 台南跟基隆市 那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他们都编了预算给这个学校 让他们要做这个快塞试剂 也就是说 像我们这边有几个学校 阿弟弟你是福爱国小吗 福德国小 你是福德国小 OK 它这个就是几个学校 三星福爱福德跟辛亥国 他们可能就是说几个学校 可能我们五六个学校 它有一个所谓的中央厨房 对 那这个中央厨房家长 他如果不就不放心的话 他可以到 那个他是原来还没有煮熟的 这个食材就可以去做一些快塞 好 那可是因为其实这个只是跟厂商签契约嘛 说是一定要用国产食材 那其实当然大家也诟病 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入法 你没有入法的话 你再怎么样严禁呢 其实就是不能够保证嘛 那可是禁止莱猪进校园这个部分 就是被民党明代封杀的啊 对 民党他们整个封杀住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现在只是用一个所谓的行政命令说 学校的营养午餐必须使用的是 不能有就是验出来剂 要零检出 那但是我们本来是希望在学校卫生法 学校卫生法里面 订定就是直接入法 能够更保障这个营养午餐的安全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 是禁止采用基改食品 对 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 一定只能采用非基改食品 这个就是在学校卫生法 已经入法里面去保障 所以我们本来希望说这个不含有来气 也能够进入学校卫生法 用法律位阶比较高来保障它 可是非常遗憾的就在民进党的立委里面 所以为什么后来有所谓的要罢免吴斯瑶 这个是在我们台北市的立委 那他们就整个的封杀了这个条款 我觉得这个部分事实上我觉得 对于很多的家长们 其实这个保障真的就少了一成 因为所有的这个行政命令 虽然行政命令说改就改啊 那未来就说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的保障 让我们孩子在持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打上问号的 对 但是现在当然政府是告诉我们说 萊猪校园止步 但是校外呢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现在萊记 是不是向下扎根了 怎么说呢 我们最近翻到的这一本童书 好这本童书 那它当然你平常也有在看故事书嘛 这本童书呢叫做牛牛这一家 这是里面我们所节入出来的 那当然就给小朋友看的 所以有注音符号嘛 那看起来你就知道 这应该就是个很温馨的故事 可是呢其中在这个地方 好在这里 就是牛爸爸告诉牛小妹 说我们在食物里添加的什么 就像是人类的高蛋白营养品 好那你看着看着 你看着看着到后来 它直接告诉你啦 萊克多巴胺可以健康又环保 所以安全的呢 好所以我不知道艺员怎么看 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这个是在2012年出版 好那是肉品输出驻华办事处的协会 他们所发行的童书 我觉得因为8年了 2012年到现在8年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就是洗脑教育啦 那可是8年来 好其实不分蓝绿嘛 蓝绿政府感觉上是不是都浑然不觉呢 就是说这个当中 其实我们越挖越多 有一些对你特别感兴趣是不是 为什么 像这个这个牛牛很可爱 对不对 然后你就想要知道 这一家人发生了什么故事嘛 对 对看得出来 对 然后他告诉你 你知道什么叫萊克多巴胺吗 对不对 不知道 那你知道猫猫为什么跟你说 猪肉比较吃 因为有萊姬 萊姬就是萊克多巴胺 对对对 萊姬就是萊克多巴胺 对对 好 那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 这个美好的童话故事里头 居然包藏来记 那我们要说是包藏某种祸心吗 因为这个越挖越深 挖出了很多我们的疑问 我觉得这是典型的 这是典型的洗脑教育 是吗 对因为刚才那个 这个千惠给我这个 他叫做什么牛牛这一家吗 对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呢 也有这个民众把这个给我们 说有一本这样的童书 那这本童书呢 是应该是美国肉品出口协会 对 他进出口协会之类的 对 那他们所出钱印制的一本童书 那这本童书里面呢 他特别里面 你看在里面讲这个 这个牛牛这一家 对 那么然后呢 他告诉你啊 他说比如说呢 人类呢 在健身的时候 你不是运动健身吗 你就希望你能够多长一些肌肉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以后在健身房 也要卖了 那所以呢 你为了要健身 一健身肌肉 你就会吃一些高蛋白质的 高蛋白质的来让你吃肉 然后呢 他说同样的呢 有个同样效果的东西 这就叫做萊克多巴胺 也就是弟弟所知道的萊剂 好 那萊剂呢 如果放在牛的身上 我们就叫做萊牛 对不对 那如果放到这个猪 猪的身上的话 就叫萊猪 那妈妈说 现在不要吃猪肉 因为怕有萊猪 对不对 那他也可以放在牛的身上 那所以他这边的说法 就说 哎呀一下有个萊克多巴胺 而且呢他还可以让你又健康 还要环保 很安全的呢 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很耳熟啊 因为科学人杂志大家记不记得 对 农委会 他去委外的一个广告文宣 就里面就讲说萊克多巴胺啊 他是呢一个环保的 好是很环保的 然后对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的 他也告诉你这是安全的 他告诉你呢 他就是很安全的东西 那你不觉得这一本同书 他我们大人一看就懂了嘛 对不对 大人一看就懂 就是他到底什么意思 对 好就是代表他就是要来洗脑你嘛 好然后告诉你 而且最可怕的是 从小孩子就要开始洗脑你说 嗯 如果妈妈说不可以吃萊牛 不对不对不对 对你是很健康的 你这样子还有很多肌肉哦 嗯 然后如果说不能让你吃萊猪 哎不对不对不对 你很健康 你还是可以吃的 你小时候就开始帮你洗脑 所以长大了 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排斥萊剂了 一本故事书啊 为什么要说那个那个萊剂很健康呢 对为什么 对为什么 你很疑惑对不对 你明明知道它不是很健康的东西 吃了会有害对不对 对 所以艺人告诉我们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其实我后来看了一下 它都是在讲牛 然后都是在宣传萊剂 好所以这也不免让我们想说 哎呀这个是不是已经在铺路了 为之后的萊猪铺路 其实大家都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呢 当时为了进口萊牛 其实在台湾就有很大的争议 对不对 那时候开放了这个萊牛 那当时就要求说所谓的牛猪分离嘛 那可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 就是等于说向下砸根 向下洗脑的工作 事实上从2012年就开始了 所以弟弟才讲说 如果当他看了这本书的时候 他一定会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啊 这是不是代表 爸爸妈妈说这个萊猪萊牛 其实没有什么不安全呢 它里面还说是好东西耶 对 还跟你说是营养品耶 对 这会不会太扯了 还告诉你很多人要健身 那就像高蛋白质的东西一样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你会觉得就是说 除了政府在开放这个萊猪之外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样的压力 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农业 大家都知道嘛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美国政府它有来自于它美国农民的压力 那在美国农民压力施压给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再施压给台湾政府 然后台湾政府再把萊猪给我们全部台湾人民来吃 我觉得这是一道这样子 其实很残酷的一个食品链 对 就是大吃小这样子 大吃小大吃小 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应该灌输给孩子 这样一个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 他们现在在小学里面 我们大人有必要去保护他们 有必要去保护他们 不要让他们去接触到萊猪萊牛 那同样的当这个一般的消费者 他需要政府的保护 因为政府要怎么保护呢 就是你要源头管理 还有标示要清楚 让消费者可以有所选择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最正本清源的方式 就是你完全不要进口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 对 可是我要说你灌输下一代 就是来记很安全 这样子一个同书 那么还在市面上流通 而且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 我是不知道啦 其他类似的书籍 因为很多爸爸妈妈看到了之后 就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还有类似的书 告诉我们说 告诉下一代说 来记很安全是营养品 那我要讲的是 政府不该正视这个问题吗 没有错 像这样的书 所以我刚才就立刻也要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 请我们的台北市的一些家长会的成员 帮我去查 就是在学校的图书馆 或者是这个学校他们在讲故事的时间里面 有没有讲到这本书 这是在一个什么说故事中心 哥哥姐姐说故事 然后就说到这本书 哥哥姐说故事 对 那说完之后小朋友很感兴趣 想说我再叫爸爸再读给他听 这样子 对 他觉得很可爱 爸爸就看到这个吓一跳 吓一跳这是什么书呢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是 因为我当时也先做了一批的调查 就是要确定学校里面不要有这样的同书 因为学校里面有这样的同书 真的一定要下家 一定要下家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非常专业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直接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对我们的小朋友去洗脑 然后告诉你 萊克多巴胺是一个好东西 他怎么会是一个好东西呢 对不对 就是觉得你这样讲放在那个小学里 那大家会觉得 他到时候看了看了 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好东西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他其实是坏东西 对对对对 你们就会相信了嘛 对 因为弟弟你很聪明 因为我们在这边讲 对不对 你就听懂了 可是如果一般的小朋友 他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那他看这个书 他觉得很有兴趣啊 他相信啦 他看了以后就觉得 嗯嗯 对啊这个是很安全的啊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就会以为说 这个所谓的 你讲的萊记 萊克多巴胺 以为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 这个是完全不正确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政府 你刚刚讲到下架嘛 我觉得是不是要管一管 因为前不久 我们文化部呢 其实针对这个大陆的图书出版到台湾来 对 他管嘛 他内容审查嘛 有一种也是同书 对 等爸爸回家 对 直接就不准在台湾出版 因为他里面提到了这个大陆的统战思想大内宣 这样就不行 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不是尤其在混淆视听啊 而且会危害下一代耶 其实这完全 你记不记得我刚刚讲 就是这同样的内容 里面讲到说萊克多巴胺 他是健康又环保 那个科学人杂志不是非常快速的 当他被发现之后 他立刻向他的读者道歉 对 然后立即下架 对 也就是说像科学人杂志 这种非常专业的这个杂志 在他的脸书上 他也觉得他没有办法 帮萊记来挂保证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任何的同书或任何的学校 你敢帮萊记挂保证 如果说这个同书是可以存在的话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那请问一下 我们的营养午餐里面 为什么都告诉你是台湾猪啊 对 对不对 你就用大大啦啦 你就说 萊克多巴胺 我们不只学校 学生不吃 我们一堆人特定族群都不吃耶 军人也不吃啊 对不对 然后警察也不吃 大家都不吃 然后你告诉我说 很安全的 告诉小朋友说 萊克多巴胺是安全又环保 像这样的书 当然应该要下架 好 弟弟又有问题了 就觉得 大家都不吃 为什么你还要进口 为什么你还要进口 我哪 说得好 为什么你要进口 对 这是我们很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对不起孩子的地方 对不对 你看我们都 都无言呢 都无言 为什么要进口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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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